有線正式重組電視頻道 盯走廿四小時娛樂新聞台 推出新頻道高清奇妙台和高清奇補台 而這日梁師傅、沈寶怡、劉海鵬和多名主播 來到尖沙咀坐巴士巡遊祖世 而其中由梁師傅和阿夢主持的有線靈異節目怪談 雖然被人說是導人迷信 只不過這麼多年來都不乏捧場客 而最新一輯回到谷修史 他們兩個還計劃和已孤多年的藝人 鍾保羅和翁美玲搞冥婚 嘩 結果皆被外界唐公說他們兩個對死人不敬 而翁美玲生前的男朋友唐鎮葉知道事件之後 嘩 興過大雞 還說這個題材完全是炒作 根本上就是騙神騙鬼 簡直是娛樂圈的恥辱 而只不過有線方面 他們的高層就說製作電視節目是會設定底線的 如果真的不行是不會勉強的 只不過說是這麼說 看來有線這一局 嘩 都去得多盡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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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